我發現台灣不太了解歷史 所以他們不像是雞 如果台灣要當一個國家 一個考慮 應該是我們國家的歷史 如果你沒有的話 為什麼要保護台灣 所以我決定還是保護古蹟 我的名字是肯定 我是加拿大人 還是台灣人 我大學畢業以後 我讀東方文化 所以我很想去東方 那個時候加拿大英國就會 給我介紹一個位子在台灣 我第一次我要去台灣 我快要上飛機 我有香港朋友們 他們都告訴我 你不要去台灣 台灣的生活水平很低 但是我去的話 我發展台灣人的人情會 他們帶著人很好的 我最喜歡的台灣是 他們的很多不一樣的文化 傳統的房子 那個橫門 很多很有意思的地方 非常美麗的 1998年 我開始工作在台北市政府 幫他們寫一個雜誌 介紹很多外國人 介紹台灣的歷史 所以我注意很多的台灣的古蹟 我發現台灣人不太了解歷史 所以他們不正式 如果台灣要當一個國家 一個考慮應該是我們國家的歷史 如果你沒有的話 為什麼要保護台灣 所以我決定開始保護古蹟 因為我上班在世貿會 所以我每天經過四四難吋 這個要被拆到的話 我非常反對的 我聽說政府要開始一個文化祝 所以我常常每天給它寫信 給未來的文化祝 主張一個信 差不多一個月 最後好像一個茶會 我去哪裡見面他 他看我 我說 是你 是你 罵我的 我真的很怕 是你每天 每天 是 好像被關起來 還有我們有很多 很多的口罩 可以吸引的媒體 最重要的是媒體 因為政治長 我感到不怕人 但是都怕美氣 還有立法院的人 或醫院 台北市醫院 幫你忙 那個很重要的 因為它有很多關係 我認為我失敗了半個朋友 我太強勁了 每個月 我必須要做一個活動 然後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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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八年 你可以想像這樣 一般 主要的是他 拉我去 做這個保護四四南村 陪著他去訪問 那個四四南村的老人 有多多講他們的故事了 我大概也去了五六次了 那那個時候 看到好像這個是絕望 都會被裁 然後施康地就是一直不放 一直非常認真 所以我可以教他 他是台灣的Don Quixote 然後一個週末 一直找資料 然後一直找 認識 醫員 像特別他語言 能力不強 對不對 要溝通了 他怎麼做出來 我真的是很難想像 甚至推土機 外手 要開始挖土 他會去坐在外手前面 所以是多多少少 看這個人 好像是瘋子 可是我們到現在看到 好像是蠻有成就 然後有一天我收一個電話 朋友在市政府 他說 請你幫我們忙 因為快要踩到那個斯坦路 最後我們安排一個Pancake Day Canada Pancake Day 還有人可以來吃這個 還有喝台灣的茶 然後我們可以他們 介紹這個地方 還有媒體來的 很重要 他們可以都是發展出壓力 保護一個地方 其實那時候這個 保護紫藤路的 搶救古蹟運動 情成厚厚大概持續了有兩年 運動好像就是要抗爭啊 要有一些理念啊等等 所以會比較嚴肅 那我覺得史康迪先生 他是用一種比較親民的方式 他會讓希望一般的社區的民眾 能夠知道 都能夠意識到 這個空間在這個社區裡面的價值 我就記得那時候 史康迪來保護這個紫藤路的時候 我想說一個加拿大人 中文也講得不好 他要來保護這個紫藤路 我覺得很有趣 我經常覺得 我們作為一個台灣人 我們對自己的歷史跟文化 有時候我們是有點忽略 那外國人他們經常會比我們更珍惜這些東西 那尤其是一個外國人 在一個陌生的土地 所以我覺得 他要有多大的熱情 才能夠這樣一路的堅持下去 我非常敬佩他 那也謝謝他一路走來 為台灣保護了這麼多的難得的賭記 我到現在的位置 保護這些賭記 四十南村 斯坦路 碧田吊橋 美國領事館 我做這件事 因為我愛台灣 我真的愛台灣 我想要工作 在台灣的未來 這些建築 我相信 這些建築 是真希望的 台灣 這個空間 它們的故事 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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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 I feel frustrated because every time they have a nice plan for new building the Guji or old building, historical building in the way will suddenly have a fire I hope the common people will really love their Guji and protect them In the future, the young people of Taiwan will learn to love these buildings and understand them and through them to appreciate their roots, their history